佩洛西不顾中方的严正警告和反复交涉 执意窜访台湾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宣布包括暂停中美禁毒合作在内的八项反制措施 是对美台挑衅的坚决有利回应 完全合理恰当适度 关于美国芬太尼滥用问题 我想强调三点 首先美国芬太尼滥用危机的根源在美国自身 第二中方为帮助美解决芬太尼问题 已经付出了巨大努力 第三破坏中美禁毒合作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美方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 将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国家毒品实验室等承担芬太尼类物质检测管控的科研机构 列入实体清单已经超过两年了 至今尚未解除 美方不断公开发表负面的不实言论 屡次翻炒旧案 以芬太尼类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高额悬赏通缉中国公民 误导公众 嫁祸于人 转移国内毒品滥用治理不利的责任 中方已就此多次向美方提出交涉 但美方期未提供反馈 这些破坏两国关系损害中美禁毒合作的后果 应由美方完全来承担 中方例行禁毒的立场是坚决的 在全球毒品形势持续蔓延的大背景下 中国毒品治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方将一如既往积极参与国际和多边的禁毒合作 为全球毒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我们也真诚希望美方早日有效解决 芬太尼滥用危机 美国人民早日摆脱毒品的危害